大家好 欢迎你观看韩梅视角 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4年7月22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川普说要台湾交保护费的这件事情 那么我主要是想说的不是说他要求交保护费这件事情的本身 我们是来看台湾民进党这些贱货怎么自清自贱的 我们就知道川普他在刚已上台的时候 中国对他挺好的 他到中国去访问习近平那会儿对他多好 还让他到故宫去参观是不是 然后跟他签订了一系列的一些经贸协议对不对 就是那些个大订单签订了一系列的大订单带回去 结果川普回去以后就变脸 他为啥变脸 就是川普这个人他是一个商人 商人重力清情义 更何况川普这个人他本来就是一个无赖 想当年他小的时候他爸都管不了他 把他送到军校里面去了对吧 让他到那去呢去受受苦去锻炼锻炼 结果呢就是川普他那一辈子特立独行的这种性格 占便宜没够的这种性格 那之后我们还知道呢就他这么富的一个大富豪 结果呢他都基本上不交税对不对 多少年都不交税啊没有个人所得税 我们作为个人啊就是收入个撒瓜连早的 我们不都交税吗多多少少都交税对不对 他多多少少都不交税啊 真是不可思议啊就这样的一个人占便宜没够啊 看着别人好就不行啊 那么他到中国去呢 哎一看中国的那个机场那么好 一看中国的这个高楼大厦啊 势如势貌那么好 这心里面就不行了啊 就过不去了 中国不能过这么好的日子啊 你只能是啊破破烂烂的过穷日子你才行啊 跟印度那样就可以啊 然后呢你也想跟我似的 甚至超过我啊这哪行啊 所以呢他回去以后就变了 他就琢磨了说 我和中国之间呢 中国呢赚我的钱 比我赚中国的钱多 这就不行 你不想想啊 你是一个大国呀 你一个大国 你一个富国 你比别人富啊 是不是 那你有钱 你肯定买别人的东西啊 肯定要多一些 你花钱多呀 穷人花钱少啊 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一个道理 对不对 哎不管啊 不管 中国这样就不行啊 我就要扭转过来啊 我就要缩小我们之间的这个贸易差啊 然后中国呢还以为是真的啊 他就是为了这几个钱啊 所以呢积极地和他进行这个贸易谈判 对吧 然后中国呢甚至还跟他签了说啊 我可以 你要求我买什么吧 我就买买买呀 还签了一个什么第一阶段的购买协议 对不对啊 然后呢没想到啊 这个川普在精选的时候呢 他输给了拜登 那么中国还以为说 哎 输给了拜登 拜登能好一些吗 前面就告一段落了 就冲打罗令开张 对吧 但是拜登不是啊 拜登并没有废除 特朗普之前的这个 关税的政策 没有取消 然后呢 反而是要求中国说啊 你第一阶段的那个购买协议啊 没买够啊 就是那个戴琪对吧 戴琪还说了 没买够没买够啊 继续买 这时候中国啊 可就不一样了 中国已经认清了 美国的嘴脸了啊 中国是说不买了 就这协议不执行了 直到现在 美国还提 那个第一阶段协议吗 就不提了呀 就不提了 中国就不买你这账了 那么现在川普呢 因为和拜登的 第一次的辩论啊 占了上风 尤其是最近呢 他被这个暗杀失败啊 现在简直是啊 就跟中了大奖似的 就觉得他现在啊 好像就已经到选了 就以一个再论总统的那种架势说话 每天都是这样 对不对 然后就说啊 要和普京啊 进行通话 通过他底下人啊 向普京递话啊 说要通话 普京根本就没理他 普京不理他 但是呢 那小贱人 泽连斯基啊 说哎 我我我 我和你通话 那么这特朗普啊 通话了 但是呢 这个泽连斯基呢 他也没得什么好啊 特朗普就是说呢 我上台之后呢 我会促成 俄乌停战 我24小时之内啊 就让你们停战 泽连斯基的傻货啊 你不想想 他24小时停战啊 怎么能停啊 他押普京 能押吗 他肯定不能啊 他肯定不能 他就得押你泽连斯基 怎么押泽连斯基啊 我就给你断了这个军援 不是一押一准吗 现在还没怎么着呢 对不对 这个泽连斯基已经在往后上了 这个咱们这个视频呢 不讨论啊 咱们讨论就关于台海局势的这个事啊 我们大家就知道 这个川普呢 他是不喜欢打仗的 他认为这个打仗啊 是花钱啊 那么有的人可能说 哎 不是说打仗美国挣钱吗 美国是发战争财啊 怎么打仗花钱呢 谁发财你得说 是军工企业军工资本发财 并不是美国发财 这个川普呢 说实在的啊 他比其他的那些建制派的那些政治人物呢 你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上来说呢 他确实是好一些啊 确实好一些 有很多人不明白说 哎 川普终于一个大富豪啊 他怎么成了民众的代表了呢 他就是这样的啊 他就说他不去考虑那些个军工复刻体的利益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啊 他一旦上台以后 他不考虑也不行啊 都得给他教训的啊 给他够够的顺顺的 都得是这样 给他调过来 那么关于台海呢 川普前两天不是发话了吗 说 哎 我们离台湾啊 上万公里 中国离台湾只有100公里啊 我们离那么老远 我们要保护台湾 何其困难啊 有那么容易啊 没有那么容易啊 非常困难啊 你台湾得给我们 是不是得交这个费用啊 你是不是得提高这个费用啊 哎 完了以后啊 白宫啊 就发话了 白宫说 有有有 说这个台湾啊 有交这个费用 台湾交费用的形式呢 就是这个军购啊 白宫都说这话了 就赖清德这个贱人啊 说啥 赖清德说哈 说我们哈 买美国的武器啊 买美国的服务啊 买美国的产品啊 你就有什么要求 你就尽管提啊 我们是愿意进一步的满足美国的要求 贱不贱吧 你就说 对不对 不是贱 我们再想一想哈 你这么贱啊 那么这个赖清德的前任啊 就是蔡英文 贱不贱啊 对不对 蔡英文已经很贱了啊 狂甜美 对吧 每一个啊 美国的那些啊 到台湾去访问的时候呢 好吃好喝 好招待 临走 大巴小巴都拎着 对不对 然后呢 让买啥就买啥 让下单就下单 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交不交货不重要 对吧 这都是蔡英文那会儿 甜美的那些个行为 到最后怎么样 最后怎么样 在这个川普的眼里面 台湾是啥呀 川普有一次呢 在白宫里面 就敲着他那个大桌子 就是说哈 说中国哈 就好像是这大桌子 白宫那个总统的那个 椭圆形办公室的那个大桌子 可能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办公桌了 又大又厚实 然后呢 就是这大桌子 然后这个台湾是什么呢 然后呢 黄过四周哈 就找 哎 把台湾打一个什么比方呢 后来呢 哎 就拿起来自己的笔啊 就指着笔尖说 台湾就是他 就这笔尖啊 笔尖 笔尖相对于那大桌子啊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比 对不对 我们说人微言轻啊 就轻啊 你又轻又小 对吧 微小啊 这笔尖你都看不见 眼神不好都看不见啊 就是台湾啊 台湾当时呢 大受打击啊 现在又来了这个赖清德这个见货啊 然后说啊 你美国啊 你说啊 你说 你只要是开口啊 我们愿意啊 全面的来满足 没问题 表态 但是呢 他讨来了什么 川普那昨天的时候又表态了 川普呢 就说了 他说啊 我和习近平啊 是好朋友 他说啊 他和习近平是好朋友 没错 他原来呢 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呢 习近平对他是好好招待的 对吧 还带着他去游故宫 对吧 那么你通过这一通折腾以后啊 那习近平心里面 能认为你是好朋友吗 你现在呢 也就是剃头挑子 一头热 对吧 但是呢 他就是一头热 说明啥呀 说明啥呀 说明呢 在很多的方面啊 他是离不开中国的 对不对 他说啊 他和习近平是好朋友 然后又说呢 习近平这个人啊 相当的聪明 这个不用你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 然后又说呢 习近平啊 他是很爱国 他很爱国 他所做的一切的一切 都是为了他的那个国家 这也不用你说 中国人都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的 你要是民调啊 那民调都是美国的公司 到中国做的民调啊 怎么做的咱们也不知道啊 反正是呢 这个民调的支持率 百分之几啊 百分之八九十反正啊 是九十一下 还是九十一上啊 我现在就不能确定 百分之九十左右啊 世界上国家领导人啊 有几个国家领导人啊 支持率能达到百分之九十的 对不对 习近平这么大一个国家 你说你一个小国家 然后呢 你把这些人啊 全都给模糊好了 那容易 十四亿人的一个大国呀 对不对 你到中国你去走一走 看一看 全国人民 哪一个不感激 现在党的领导 领导的好啊 哪一个不为现在的好生活 而感到非常幸福啊 对不对 中国政府呢 就是你但凡啊 我们的经济发展了 有一点钱 这钱多了 他在老百姓的生活当中 就能体现出来 虽然这么多人啊 大家呢 都能够体会到 美国还说什么 中国对新疆 种族灭绝 别斗了 你要是不说这个的话呢 中国人还不知道 你美国是撒谎精 对吧 你一说这个啊 中国人都知道 你美国就是撒谎精 就是撒谎精 就是我对啊 川普啊 要求台湾支付保护费 然后台湾这个 赖清德见惑啊 的回应 我就觉得特别的不耻 他的这个后果呢 也是可想而知的 对不对 现在川普呢 就对习近平示好 那川普啊 要求台湾交保护费啊 加强保护费啊 现在其实台湾有一些 有识之士就在讨论啊 他会如何让台湾 来交更多的保护费呢 除了那些个武器啊 还有军事方面的一些个服务啊 那些费用啊 那么可能啊 台湾比较抵触的 就是有毒的猪肉啊 牛肉啊 毒猪肉 毒牛肉啊 可能川普都会强迫你 必须买 必须得买 然后呢 可能还会让你买什么 就大陆啊 不买的 比如说那个大豆啊 粮食啊 这些东西啊 你也必须得买 那如果只是买买买的话 其实还好办啊 就怕这个什么呀 川普啊 釜底抽薪 就是这个台湾赖以生存的 这个高科技啊 台积电 台积电呢 现在已经要求在美国开工厂了 对不对 那么开的第一家工厂呢 好像开到半道有点 开不下去了 那如果川普上台的话 你开下去也得开 开不下去也得开 有两家工厂你给我开起来 这肯定不足够啊 你现在台积电在美国开工厂啊 那么还是以台湾为主啊 大本营还是在台湾 川普上台以后啊 我估计他有可能说 你全部都给我搬到美国 台湾就不留了 如果川普要求这样的话 你这个赖贱人啊 赖缺德啊 又该如何呢 又该如何呢 对不对 你找这个流氓来保护你 你本来有好日子过呢 你连军队都不需要 对不对 台湾只要回归了的话呢 那军队还需要吗 不需要啊 那这个军费开支 如果是发到老百姓身上的话啊 那得多多少钱啊 台湾民众 台湾有很多人啊 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对不对 你如果回归了的话 那军队还需要吗 就跟香港一样 那不需要啊 你如果和平统一的话啊 你主动说啊 和平统一了 那大陆呢 会实行一国两制 就跟香港一样啊 我也不要你的钱 澳门挣那么多钱 澳门为什么说 人均GDP那么高 对吧 大陆都不要钱 而且呢 大陆还到那去消费 对不对 那你要是死性不改啊 大陆如果啊 到了那一天 说武统的时候 还能一国两制啊 开什么玩笑啊 敬酒不吃吃罚酒 说什么制就是什么制 怪你的毛病 是不是 这个视频呢 跟大家聊一下啊 就是光贵被判有罪以后啊 第一次发生 我在这个推特里面呢 看到了一个视频啊 说是这个光贵被判有罪以后 光贵在监狱里面啊 传出来的一个音频啊 光贵啊 虽然说在监狱里面啊 他的这个家人和朋友 是可以跟他通电话的 所以说啊 如果你在网上看到 有光贵说被抓进去之后的 一些音频的话 如果是视频就是假的啊 不可能有视频 如果是音频的话呢 就可以是真啊 如果你从那个声音听起来呢 不像是机器人 也不像是剪辑的 如果是机器人的话呢 他那个语调啊 就是比较平淡啊 比较平淡 就是平平 起伏呢 没那么大 情绪性呢 没那么强啊 如果说是剪辑的话呢 这里面 势必会出现那种不连贯啊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光贵啊 说是被判有罪之后 首次呢 和外面的人通话的时候的 这个录音表态啊 他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咱就受到了 川普班农的签 我才进来了 这是神经病啊 咱可千万别给下诊 从来不会管我们 我们害惨啊 我们说牺牲品 咱们好几啊 再帮我们给他列在一起 多危险啊 那就是被他害得最惨的 班农的东西以后少谈啊 一定要继续啊 关于班农的所有视频 所有东西 能不用都不用 能卡死掉卡死掉 他签约我们太重了啊 可是这个人极为自私啊 暴力啊 我们给他太多了 帮了那么多啊 这这个这个 我们是完全受的签约太重了啊 我还也不会救啊 好 这就是这段这个录音啊 我听了我感觉呢 应该是真的啊 那他这里面呢 主要有三部分内容啊 第一部分内容呢 他是说啊 他现在能进去啊 就是进了监狱啊 他这个呢 就觉得就是因为和班农 绑在一起而造成的 第二部分内容呢 就是班农这个人啊 特别特别的自私 而且呢 非常暴力 他说啊 暴力呢 就是暴虐的意思啊 不是说暴力行为 那个暴力啊 就是性格暴虐啊 力气大的那种意思啊 然后呢 他就说啊 班农 他是不可能管我们的 再就是呢 他说啊 我们和他绑在一起啊 我们是谁啊 我们何的何的 跟他绑在一起啊 就是郭文贵这些话啊 他是一个啊 什么意思呢 我看了一下 他之前的时候 就是班农被判有罪的时候啊 他们那会儿 郭文贵曾经就表了一个态啊 郭文贵透露说呢 说他的什么好朋友啊 或者老上级啊 不是中国的啊 美国这边啊 他一贯的是这样的 郭文贵呢 在中国的那会儿呢 曾经有中国的财新杂志是吧 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啊 说郭文贵是权力的猎手啊 他就是老是和那些有权力的人呢 追逐他们啊 和他们进行交朋友 然后呢 来获取利益啊 都是一些不正当的手段了 那么他到了美国以后呢 他说 他美国的朋友啊 就告诉他说哈 说Miles啊 他的英文名字叫Miles 说Miles啊 他说你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啊 给他戴高帽啊 说你很伟大 你的这个人格很伟大 你做的事啊 都很伟大啊 但是有一件事 你就不应该做啊 是一个什么事呢 你不应该掺和美国的政治 说你掺和美国的政治 就是你最大的错 光贵说呢 他那朋友跟他说了这以后呢 然后他就说 没有啊 冤枉啊 我什么时候要掺和美国的政治呢 咱只是来交朋友啊 就是跟他们交朋友啊 谁会拒绝交朋友呢啊 然后我压根就不想掺和你们的政治 他说的这话啊 我相信是真的 光贵实际上 他是无意去参与美国政治啊 什么大选啊 你赢我赢啊 但是他这交朋友 他也不是单纯的交朋友啊 对不对 他其实也是冲着他的影响力吧 是不是 也许啊 他并不在乎班农这个阵营的输赢啊 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 其实也不可信啊 那你和班农交朋友啊 不是冲着他影响力吗 如果他这伙人不赢的话 你这个好处你能捞得到吗 是不是 当然了 就觉得说他去直接影响他这个大选啊 说哎 你这次造势活动啊 由我来出钱 对吧 我来那什么 就是觉得啊 也不太可能 也不太可能 他只是就抓住他里面的啊 有一些人呢 他就交朋友啊 比如班农啊 还有一个就是叫什么 纳瓦罗吧 还有纳瓦罗 后来疫情期间啊 病毒的这个问题啊 尤其那小腰枕啊 出来就是搞中国的时候呢 好像那会儿就是这个 纳瓦罗之类的啊 他们在搞这个 带着小腰枕啊 到这儿去演讲 到那儿演讲 就是纳瓦罗 那个还不是这个 这个班农 纳瓦罗起的主要作用 就是说这个 光贵啊 他一贯的喜欢 跟这些个政治人物交朋友 多高的职位 他都不拒绝啊 这职位肯定是 越高越好了 对不对 如果说他有机会 和川普啊 搞到一起 那他能拒绝吗 他肯定也不拒绝啊 但是啊 作为光贵来说 就是说你说他 想去搞政治啊 这个我认为 他说的是实话 他就是不想啊 搞政治 说有人告诉说啊 你如果掺和政治的话呢 那么你就后患无穷啊 这个罪果就大了啊 那他肯定是 愿意跟他断开啊 那他刚才这一段 视频里面也有啊 他就是跟他通电话 跟他们那个蚂蚁帮 就交代了啊 现在就是 和班农啊 断开啊 这人不是好人啊 如果不是他 我进不了监狱 我们是被他给害惨了 跟他断开 他的那些视频啊 他的讲话呀 什么的啊 能给他cut掉 就给他cut掉 能不用就不用啊 他把我们害惨了 他反复强调是 被这个班农给害惨了 然后就说呢 班农啊 也不会救他 所以呢 他就要跟他断开 换句话说呢 如果现在出现了另外一个人啊 说能救他 或者答应他 能救他 他肯定立刻就和他们又绑在一起了嘛 就是郭文贵就是这样的啊 我们从这个录音里面啊 能听出来这个郭文贵呢 他肯定是后悔莫及啊 他后悔莫及 但是啊 因为郭文贵他这个人的本质啊 就算是他后悔啊 他总结这个教训啊 吸取教训啊 他也不能找到根上 他找不到根上啊 他这件事情啊 美国这个司法系统控他 就是诈骗呀 你就是诈骗 你是不是事实吧 对不对 你就说诈骗的这件事啊 他是事实啊 他是犯罪啊 你是不是应该总结啊 这事我们就不应该做 对不对 蚂蚁帮们啊 你们要总结一下啊 这种事情是不能做的 害人之心不可有啊 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 做这件事情啊 就像我啊 这么大的咖啊 这么聪明的人 然后呢 现在不是也进来了吗 恐怕要牢底坐穿了呀 所以大家要吸取教训啊 不要做这样的啊 诈骗的 商天害理人这种事啊 应该这样对不对 当然他不解啊 他不 然后呢 他就说啊 大家要总结 政治这个东西呢 不能沾啊 班农这样的人呢 要跟他切割 就完全永远是 自己没有什么责任 自己是对的 还觉得自己是对的 另外我还听到呢 他还 现在呢 还号召什么 现在蚂蚁帮啊 如果说要活动的话呢 肯定是没钱啊 对吧 现在没钱了 怎么办呢 这个郭文贵说啊 说号召这个 男蚂蚁们啊 全都来捐精子啊 谁会要他们的精子啊 我都去啊 原来说他那个精子 一颗日卖多少钱啊 那精子 我都不知道 除了那脑子进水的 母蚂蚁 有可能啊 买他的精子以外 谁会买他的精子啊 对不对 你更何况那些公蚂蚁 全都是这脑子进水的 傻叉啊 二货 谁会买他的精子 这是进一步的 现在就是还是在偏 对吧 一点都不总结 这个经验教训 你说你后悔 后悔莫及啊 后悔莫及也没有用啊 后悔是自己 这个犯罪犯的不聪明 对吧 有的人就是这样 对不对 他后悔啊 他只是呢 找原因 就是说 哎 我做这件事情啊 我哪块有漏洞 我下一回在犯罪的时候呢 我把这个漏洞堵上啊 而不是说犯罪是不可取的 不是这样的 郭文贵就是这么一个人啊 这个视频呢 跟大家聊一下啊 最近呢 在孟加拉 所发生的这个暴乱啊 我认为这是暴乱啊 但是如果你看媒体的话呢 没有一个媒体说这是暴乱 都说呢 这是抗议啊 连说是示威的都很少 就说是抗议啊 但是呢 我从一开始啊 我就觉得呢 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啊 那么我们现在看来呢 越来越看清楚了啊 他就是一个暴乱 他啊 和2019年香港的一个暴乱啊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非常非常的相似啊 但是啊 他这个烈度啊 比那个更加的强烈啊 他有这么几个特点啊 首先呢 就是他规划大 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由两个大学发起来的 结果呢 很快就在首都呢 就全部都行动起来 现在呢 孟加拉全国都行动起来了 第二呢 就是他的这个烈度大啊 强度高啊 2019年啊 香港那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堵路啊 点火啊 那么这个孟加拉呢 除了这个堵路啊 点火以外啊 他们呢 冲击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啊 大楼啊什么的啊 他都要把整个大楼就给他点上 因为啊 他这种性质啊 那么警方肯定是抓了人的嘛 抓人以后呢 然后这些人就冲击这个监狱啊 到了监狱以后呢 他并不是冲着说 哎 有几个人谁是谁啊 关在这里头啊 把那几个人放着布 他把监狱里面的人啊 那些犯人全都放了 然后呢 把整个监狱就点火啊 就点着了啊 你从那个视频里面看的监狱就着了呀 他这个烈度呢 是相当相当的强 然后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组织性 他的结构呢 是非常的严密的 有组织的 然后呢 有纲领啊 有主张啊 后心保障啊 各个方面都是有的 那么这手活儿 谁最拿手啊 谁最拿手 就是美国最拿手了 那么他为什么会出现啊 孟加拉这么穷的一个国家 搞他干什么呢 你就放心好了 就是冲着中国来的 那他这个导火索是什么呢 就是孟加拉呀 他原来是巴基斯坦的 大家知道吗 巴基斯坦是分两部分的 一个是孟加拉 一个是现代的这个巴基斯坦 后来呢 在印度的股东之下啊 就让孟加拉就独立了 那么他闹独立的时候呢 也是通过这个流血牺牲而得来的这个独立啊 在孟加拉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就觉得他们的这个自由啊 他们的独立啊 是来之不易的 那么他们建国之后啊 71年啊 建国之后呢 他们就有一个政策啊 就是政府的职员 咱们也叫公务员啊 公务员的职位当中啊 30%就固定的给参加了独立战争的这个自由战士 以及他的后代 他有这么一个政策啊 那么直到2018年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 我看报道哈 我不太明白啊 那个人他叫建桥啊 建桥这两个字呢 应该中文翻译啊 他的原文有可能跟建桥 和英国的建桥呢 没有什么关系 我估计啊 建桥啊 翻译过来的那个英文呢 应该是堪布瑞治 对吧 那么这个人呢 他应该是不叫堪布瑞治 咱们不知道叫什么啊 反正给翻译出中文叫建桥啊 就是呢 建桥的孙女啊 2018年的时候 可能是就取得了这个政府的一个职位啊 然后因为这事啊 有些人就反对啊 到最后呢 这个政府就撤销了 把这事撤销了 建桥的孙女 以及建桥的后代啊 都不能来参与这个公务员 就是这30%就不包括建桥 以及他的孙女 也许是因为建桥的当初 可能是没有什么贡献 也许这样啊 细节我不是很了解啊 但是呢 就是说 政府就会取消了 原本是要雇佣他的孙女 但是呢 因为抗议啊 就取消了 然后呢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 这个孟加拉的法院啊 就做出来的一个决定啊 就判决孟加拉政府 在2018年所做的那个撤销决定 无效 无效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引起来了一些人的不满啊 然后就开始抗议嘛 抗议完了以后呢 就有些人被抓了吗 我前面就说了啊 然后呢 这帮人就提出来了一个啊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就跟这个香港那会儿一样啊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啊 什么抓的人立即放了呀 追究抓人的人的责任呢 抓人都是警察了啊 抓人的人的责任呢 啊等等的 这行 然后政府这会儿就是说呢 说那个我们来进行谈判啊 结果这帮人就是说啊 拒绝谈判 拒绝谈判 要求就从根本上啊 废除这个公务员配额制度 这30%啊 留给那些自由战士的这个制度呢 要从根本上啊 就废除它 和政府之间呢 没得谈 和这个法院啊 现在来说呢 和法院判的那个案子 没有关系了啊 就变了啊 就他们总是这样 香港那会儿就是啊 他老变 就是呢 他有一个起因啊 然后你觉得说啊 哎 这个起因我给你交除啊 我们来谈啊 他不跟你谈 他又变了 他又变成别的了啊 然后呢 说五大诉求啊 缺一不可啊 我就不跟你谈 就是说 貌似他有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啊 政府说 那我们来谈一谈吧啊 就是这些人 那你想想看 他这么暴乱啊 他点火啊 我们是不是 不应该把他放了 他是不是算是犯罪 可能就是 从这些方面来谈 然后他们就变了 他们就说呢 就是一个 七亿年的 这个公务员配额制度啊 必须得取消 没得谈 我不跟你谈啊 结果你猜怎么着 现在啊 就我看这个 半岛电视台的 这个报道说啊 周日的时候 孟加拉的最高法院啊 做出来了一个裁决啊 说是呢 废除这个30%的配额制度 就是公务员配额的制度啊 就废除了 结果呢 现在这些个暴乱的啊 又说什么呢 说废除没用啊 废除没用 他们的诉求又变了 变成什么呢 就要求他们的总理啊 叫哈希纳啊 必须下台 他必须得下台 你知道吗 这就明确了吧 为什么 咱们得说啊 为什么 必须得让这个总理下台 啊 他当然能说出理由啊 说出理由呢 就是这个总理呢 已经连任了四届了 十几年了啊 四届的总理了啊 所以呢 他必须得下台 他已经控制了 孟加拉的这个 政治环境啊 就他那个党呢 没有人 没有任何的一个反对党 可以和他这个匹敌的啊 就是现在等于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有反对党和没有反对党呢 是一样的 所以呢 他必须得下台 现在已经不是民主了 现在呢 就是他专制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去的 那他一直就是当政啊 那么咱们是想起来啊 就是他们这种啊 凡是叫总理的这个国家啊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一个选举呢 他选举的时候呢 他就选这个党 他就选这个党 这个党如果赢了的话呢 谁是党魁 谁就是国家领导人 叫总理对吧 加拿大是这样的 英国是这样 澳大利亚是这样 新西兰是这样的 德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还要想着 德国以前的那个 德国望重的总理默克尔 默克尔领导德国 已经16年了呀 那那会儿咱们就没有听说啊 默克尔是一独裁呀 默克尔已经那个 领导16年必须得下台 没有 我们就没有听说 为什么现在呢 要求这个哈希纳 一定要下台呢 大家呢 可能会注意到啊 中国呢 现在在孟加拉搞的一带一路啊 双方合作的非常那个哈 中国还给他修了一个 跨河的那个大桥啊 以前的时候呢 他们那个河呢 实际上就是横河 到了孟加拉的这一段啊 变得越来越宽 就特别的宽啊 他两岸的民众啊 如果想来往的话呢 就特别费劲啊 特别费劲 那么中国呢 给他修了一个大桥啊 就解决了他的这个问题 本来如果说 他通过原来的那些 方式如果要过河这一次的话呢 你到对岸去一趟啊 基本上你当天就回不来 那么现在中国给他修了这桥以后呢 很快啊 好像是半个小时吧 就到对岸了 那还有其他的啊 像什么电站啊 反正是很多的合作项目啊 再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呢 如果你注意到啊 就是孟加拉的这个总理啊 哈希娜 他还到中国来访问 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 我记得啊 习近平呢 就和他进行了会谈 会谈内容呢 里面习近平说了一句话啊 哎 我就觉得说 哦 有可能美国是不喜欢听这句话了 习近平说呢 就是支持孟加拉呀 寻求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啊 那么你要是一听这个的话呢 那这条道路肯定就不是美国想让别人走的道路了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啊 他们国家就搞的这个暴乱 这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颜色革命 一开始的时候呢 啊 说是法院判啊 撤销了政府的决定 政府的决定是取消啊 雇佣这个建条的孙女 也就是说呢 法院就是说啊 对建条的孙女的雇佣呢 还是有效的 对不对 是这样的 就是说呢 是肯定了这个配额制度 对不对 那么这帮人呢 就来反对了啊 那反对的过程当中呢 哎就形成了 有人就被抓了 现在呢 就变成了什么 言论自由的问题了 我看到美国的国务院 现在就出来了啊 说美国啊 是绝对支持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言论自由 绝对不允许暴力镇压言论自由 就和香港那会儿一门一样啊 一门一样 你美国啊 还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呢 那帮人啊 就是和平的啊 在警察的引领之下 在保安啊 美国国会那个警察 对不对 在他们的引领之下 进入了美国国会 结果呢 到现在为止啊 美国得判了有几百上千人 判了几百上千人 也没砸啊 也没点火 就判了几百上千人啊 他们这个啊 冲到监狱里面 把那监狱犯人都放了 然后把监狱点上火 然后警察局都点上火 这些呢 都是啊 不能暴力镇压 这都是言论自由的范畴 你知道这些美国 对不对 这都是美国 很显然就是美国 美国要干嘛 对不对 你说是五大诉求 确议不可说 我们谈谈吧 然后你就说啊 我不跟你谈 我现在呢 就是要求彻底废除 那个71年的公务员配额问题 然后呢 周日的时候 最后反应说 71年的公务员配额问题啊 就取消了 无效了 取消了 现在仍然不行 然后就说 必须得下台 对吧 就跟香港那会儿一模一样 这个视频呢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星期五的时候呢 微软这Windows系统全球大当机 可能很多人呢 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啊 也许有的人不知道啊 因为呢 现在很多人呢 只用这个手机来上网啊 有的年轻人啊 他们甚至于呢 就是做所有的事情都在手机上啊 就不用这个笔记本电脑了 台式电脑现在是更是没人用了 对不对 那么如果是你在使用这个电脑 或者是呢 你使用过电脑 我们都知道呢 你用的是微软的Windows系统啊 那么这个Windows系统呢 它经常会更新呢 这个更新呢 有的时候啊 如果你系统设置的是自动更新的话 你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啊 它就自动给你更新了 那么有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遇到它提醒你啊 说什么你的电脑啊 会在多长时间之内啊 进行更新啊 那么更新的过程当中呢 会反复启动啊 你可能是有这样的经验 那么星期五的时候 Windows呢 一次更新啊 就创大火了 结果呢 就造成啊 全世界有850多万个用户啊 当机了 那么微软线的公伍说呢 说这个850万户听起来挺多啊 但是呢 占我们的用户的比例呢 只占1%啊 但是呢 你要知道啊 它这次的当机呢 它并不涉及到个人电脑 它也不涉及到所有的行业 它涉及到谁呢 它涉及到机场 涉及到银行 涉及到医院呢 这些领域 说是还涉及零售业啊 可能就像沃尔玛啊 什么的啊 这些地方 如果用的是Windows系统的话呢 那么在星期五啊 进行更新的时候呢 这个电脑啊 就出现了蓝屏啊 然后呢 会重复启动啊 老启动 但是仍然是蓝屏 没有办法使用啊 很多国家的 很多的机场呢 有很多人呢 因此都没有办法上飞机了 有的机场呢 如果说能力强一些啊 有组织指挥能力啊 在这个电脑之外 人工进行疏导的话呢 有可能还可以 有飞机可以起降 但是呢 绝大部分呢 就是不行了 所以说啊 虽然说微软说 只有1%受到影响 实际上呢 这个影响面是非常大的 这些行业呢 可能是无一幸免 说是全世界前500强的企业 有过半的企业受到了影响 那么之后呢 微软啊 就找出来了一个解决的方案 通过手动的方式 可以让这个系统重新启动 但是呢 我看到报道说啊 要消除这个影响呢 可能需要几天 几个礼拜 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啊 这个消除影响呢 是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是很清楚 好在呢 就是它并不影响个人啊 所以呢 让我们这些普通民众呢 没有感受到它的影响 除非啊 你是去医院看病啊 你去机场坐飞机啊 或者你到银行啊 去办理啊 那么好多的这个网友 可能说了 我没有感觉到啊 我有去机场啊 我也有去银行啊 我也有去医院 没有感觉到啊 那你可能是在中国吧 对不对 那么就好巧不巧啊 你说巧不巧呢 中国的系统全都没事 是微软对中国格外开恩吗 不是 我看到哈 有报道说哈 就在昨天的时候呢 他们这个西方媒体啊 就发现了 他发现了这个问题 就中国没有报告这件事情啊 中国有人报告呢 也只是那些外企啊 那些外企也说啊 他们上班之后 哎 这电脑呢 怎么就蓝屏了呢 重新启动啊 反复启动 也仍然是蓝屏的 但是中国的那些 什么银行啊 机场啊 医院啊 都没事啊 那我看到就是 西方媒体啊 英文的报道啊 他们说这是为什么呢 说是中国现在用的 电脑系统啊 不依赖微软的操作系统 这个具体呢 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太清楚啊 难道说他们 现在就不用微软的 Windows了吗 只是呢 我前一阵呢 我听到报道说呢 就是中国政府呢 在更换电脑 所有的政府的电脑 一概都更换成 华为的电脑 那我就不知道啊 像医院啊 银行啊 还有机场啊 中国的这些啊 是不是现在 难道说都用了 华为的了吗 或者呢 他们用这个 Windows 但是呢 不依赖 我不知道是什么 总之我不知道 什么意思啊 就算是你不依赖 你用了它的 它一更新 你不是成蓝屏吗 这个我就不是 很明白了 总之一句话吧 就是说呢 中国啊 越来越自成体系啊 中国呢 如果说使用自己的东西啊 它就是安全啊 好使 除了好使以外啊 它就是安全啊 对不对 那么这一次的全球大档机的这个事故啊 它的引起呢 据说是啊 它每一次更新的时候呢 也许是更新一个软件 也许是更新多个软件 据说这次的更新呢 是更新多个软件 但是呢 只有其中的一个软件啊 出现了问题 这个软件呢 就是一个叫什么 CrowdStrike的一个公司啊 它是负责这个杀毒这一部分的 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注意啊 在一段时间啊 Windows啊 就给一个提醒啊 说你现在啊 你就不需要再格外的安装杀毒软件了 Windows它自己就有杀毒的这个功能了 那么我们从这个公司的名上 我们就知道啊 就是微软显然就把这部分活呢 发包给了外部的公司 或者说呢 是外部的公司呢 打入了微软啊 就是主动的 把它自己的软件呢 绑定到了微软的这个操作系统里面来了 那么这个公司啊 这次就对这个杀毒这个功能 这部分的软件呢 进行更新 这一更新不要紧啊 你本来是杀毒啊 结果呢 往里面装入了伤害性最大的这个病毒了 这是杀毒啊 还是装毒呢 对不对 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啊 那这个事啊 那这个事啊 不仅是造成这个影响啊 肯定是造成很大的损失啊 那个机场的这个乘客遭到延误以后呢 航空公司都要赔偿啊 那么星期六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有的航空公司就说啊 说这事啊 如果微软是有过错的话啊 那么他们呢 将会要求微软赔偿 那么这件事 他有没有过错啊 他是有过错的呀 那是因为你这个程序造成了这个 那你不就是过错 更何况啊 那昨天我看到媒体报道说啊 这个公司更新的这部分程序啊 没有经过测试啊 就投入使用 那这个过错就更大了 对不对 好 全球现在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损失啊 这回微软 真的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得大放血了吧 不过呢 我想既然是很明确啊 就是因为这个公司啊 这个杀毒软件闯了祸 这个杀毒软件公司 应该是来赔偿吧 微软不会为他来付出吧 对不对 那这个公司我估计啊 这次一下子也赔个底掉吧 然后再说回来哈 哎 就是中国没事 啊 全球都觉得说 我的个天哪 我们啊 全球都依赖这个微软啊 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啊 然后呢 这个篮子出现问题以后呢 那我们全都出事了 但是人家中国为啥没事啊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全部都在琢磨说呢 不能依赖这一家公司啊 这样一来 是不是 中国的机会又来了 华为的机会又来了呢 啊 有一句话说呢 机会总是给那些准备好的人啊 你看华为是不是 因为他准备好了 这次机会又来了 美国你光打压有什么用呢 就得靠实力说话 对不对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